學音樂的朋友,你有沒有遇過以下的問題? 沒有譜就不會彈? 那些表演做極不好聽? 背譜真的很難 如果你只懂得跟著譜彈的話 你根本不算懂得音樂 對於學古典音樂的你 如果打算考皇家音樂學院六至八級的樂器 不及樂理是必需要的資格 而學流行音樂的你 你會否覺得自己玩了一段時間 好像彈也彈不到甚麼變化出來? 那就代表你的樂理知識差點了 音樂要玩得好,樂理是基礎啦 而對於中小學生的你 學校的音樂科一定會考樂理 只要為樂理打好基礎 對於你在音樂科的考試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現在我們推出了一個三十天學識樂理的挑戰 在三十天內完成五級樂理課程 如果你能夠完成 就證明你是一個有膽量的學生啦 我們拋量有過晚的學生 其中一位學樂理的同學 更加考得九十八分Distinction的成績 只要你肯用心思 每天花十至二十分鐘的時間 完成我們超過六百條的連結題目 在三十天內你學成五級樂理 沒有難度 馬上在下面留言 我要挑戰 我們就馬上送你一條免費的培訓影片 各位勇者,Are you ready?